埃及有一艘尼罗河游船12人染疫 感染源指向台籍女性 指挥中心澄清是外媒错误解读 报导所称的台女是国内的第39案 曾经随团至埃及旅游 回台后确诊 经过查验发现埃及及导游最早发病 应该是感染源 维福部长陈世忠也认为 时序情况没弄清楚前 埃及政府的想定太草率 在尼罗河达邮轮从河岸风光 看到古神庙 却埃及不少人一定会买邮轮行程 在台湾有一名女性游客 回国之后却确诊 近日更被埃及政府认定是传染源 埃及卫生部发文 说一名游客在船上玩 回国之后确诊武汉肺炎 而埃及当局也立刻对船上工作人员裁剪 事后证实12人感染 WHO更认定这名台籍游客就是传染源 比对资讯就是台湾在2月底确诊的案39例 60几岁妇女 但对于境外移入个案变成感染源 疫情指挥中心澄清否认 它是指标病例 就是埃及这起事件的指标病例 指标病例就是说是最先被发现的一个病例 至于感染源的话 可能前面还有一个源头 案39例个案 1月29号到2月21号 跟其他36人参加旅行团到杜拜跟埃及旅游 大约2月10号抵达埃及 但20号的时候就出现喉咙痛跟咳嗽症状 21号回台湾诊所就医 26号状况更严重了 29号就确定是武汉肺炎 但如果按照出现症状的潜伏期推算 研判可能是在埃及被感染 对待的是最早发病的情况 当然在时序上应该如果要断言是说 哪一个是传染源 那必须要稍微把那个时序 各个情况都把它弄清楚 那说以用台湾的旅客当作传染源 我觉得那样的一个想定 会不会太草率了一点 武汉肺炎中东沦陷 埃及原本就有三起确诊病例 现在游船上又新增12例 累计15例 如今去游玩的台湾游客 从指标个案被判定为感染源 疫情中心也将持续 跟埃及卫生部澄清沟通 毕竟厘清真正传染源头 才能有效控制疫情在国际扩散 新唐人亚特电视综合报道